大家好 我是铁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新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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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年一直是我们所有人最期盼的日子 不仅能吃到各种好吃的 还能见到许久未见的亲人 相聚而坐 侃侃而谈 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 老话说嘛 23藏蛙沾 24扫房子 25做豆腐 26割猪肉 27在年纪 28把面发 29挣馒头 30晚上熬一宿 出一出二满街头 这今天男生应该干点什么呀 在临近年关的时候 我们的饮食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得说了 你这头一个错误的地方就在这儿了 今天的节目将会教大家 如何在节前调节身体 而且今天还会提到一个非常健康的话题 就是学会节前养胃 就是春节前 如何养顾自己的胃 防止节后造罪 让您健健康康 过新年 新年那余庆 佳节好长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首先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养养师 铁峰老师 张黄老师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养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这个张黄老师 俗话说的好 过了腊八就是年 对 尤其是最近这几天 临近年根 这年味越来越足了 是 这个大街上到处都是置办年货 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铁峰老师 咱们有没有什么福利要送给大家 福利肯定的有 对不对 这个说到过年 肯定离不开红包 这个每年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讨红包 但是呢 我觉得 那倒是小大小大 哎呀 又喝 你看 过年了吗 也变了吗 你看看 你听我说 大家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虎年红包群 这名 红包群 这行 是吧 我们会不定时地给大家发放海量红包羽 海量啊 清盆的红包羽 不仅如此 只要你拉一个新朋友进到我们这虎年红包群里 这红包数啊 就翻一倍 啊 不了不了 上红顶啊 能拉来多少朋友进群抢红包 你这都能 都翻倍 能拉来多少翻几倍 不过话说回来 两位老师 你看这马上这天过年了是吧 咱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 有什么准备 老话说嘛 二十三藏蛙沾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割猪肉 二十七再年纪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出一出二满街头 是不是 这今天咱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呀 做什么事啊 是 这莫法逸说啊 铁峰老师 我也想有一个建议 你看咱们都做了一年的这个营养菜了啊 各种各样的菜 咱们要不今年咱便便 就是咱就做点主食呗 做点主食 反正也快到大家要争馒头的时候了 你说的铁峰老师行不行 这个帕阿姨说的有道理 我今天呢 也确实想给大家做点什么主食 其实我们节目里啊 曾经教大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主食 但是话说回来 重口难调啊 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饮食习惯 但是我觉得 这个馒头 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这个肯定没问题 对吧 毕竟这个主食就那么几种 不爱吃馒头的 你就吃米饭呗 但是啊 正华老师 你不知道 就是到年根底下 基本上这个时候家家户户 肯定都要发面 这个蒸馒头 准备过年 因为过去它没有酵母啊 普通的面粉 你要是提前把它做好 它容易换 对 那只有发面 蒸出那馒头它不爱换 所以呢 一般都提前要准备 初一到初五的这个主食 基本上都是蒸馒头啊 这叫隔年齿 隔年齿 还别说啊 胖阿姨对这些民俗了解的挺到位 是吧 既然都这样了啊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春节期间到底应该怎么吃主食 而且今天还会提到一个非常健康的话题 就是学会节前养胃 就是春节前 如何养顾自己的胃 防止节后造罪 对 我们大家每年过年一回家 炖炖大鱼大肉 多到吃不动 吃不过来 而且还得聚餐 人倒是挺舒服 挺爽 但是我们的胃造罪啊 是 所以今天不仅要给大家做权威营养主食 更需要兼顾身体的健康 那铁夫老师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啊 这个春节期间 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首先我们得问问大家 包括各位 你们吃主食不 你这话说的 谁能不吃主食啊 我当然吃了 而且我 我最爱吃的还就是面食 我吧 分场合 不是好笑 平时 那肯定是 那你要说过年 那肉都吃不过来 谁还吃主食 就一定要 克服那个吃主食的恶习 吃肉也能吃好 你别说 莫凡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 就是 是 我觉得你说过年了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 那个菜呀 虾呀 鱼呀 肉 你说那吃俩馒头 你说咋吃呢菜呀 尽量少吃主食 少吃主食 对 我得说了 你这头一个错误的地方 就在这了 春节期间 很多人会把这个主食 忽略掉 对呀 这不对 往往都是到饭局 最后发现自己 我这饱了 主食就不要吃了 有的也能少少吃一点 其实主食作为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它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能量 还有很多别的作用 首先 这个碳水化合物会参与到构成组织结构 这个过程当中来 你像是决定 红细胞表面抗原很大一部分 就是碳水化合物构成的 而且呢 它属于多糖膳食线维 所以它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 能够预防便秘 还能够降糖降脂 能改变肠道菌群 好东西 再有就是碳水化合物 能够防止脂肪过度分解 导致这个同血症 同尿症 所以这人绝对不能一口主食都不吃 所以说咱们两位观察员啊 主食是一定要吃的 尤其是莫烦啊 别见到肉就猛吃 适当的搭配主食还是必要的 对 不能专业当那肉食动物 对对对 刚才我说这是第一点做的地方 第二点呢 我们学要需要学会避免有味道的主食 有味道的主食 有味道的主食 你明白了 就是少吃油炸的东西 哦 比如饺子 蒸饺子煮饺子没问题 煎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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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啊 油炸一下 油炸糕 油糖饼 油条 油麻花 就这些东西 得过油的东西 高热量的食物 因为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 营养价值其实非常低 但脂肪油却非常高 所以少吃 那铁风老师 那你这么一说 那咱就少吃 是吧 那还是吃正常的主食呗 对 就多吃点馒头是吧 对 油炸的就不那么吃了 就别吃了 要不然该得不偿失了 是 也别写莫烦啊 广吃肉不吃饭 是不是 这也不行啊 那说了这么多 铁风老师 您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双色小馒头 双色 小馒头 小馒头 不仅健康 而且好吃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展示一下 一会儿下节目 您就得多给我留警 没问题啊 没问题 请可心为大家展示这个双色小馒头 让我们连线第二现场 看看可心准备的怎么样了 铁风老师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可心 今天呢 为您带来一道主食 它的名字叫做双色小馒头 这个主料啊 就是面粉 辅料呢 有南瓜和山药 这两种颜色 我们将面粉当中呢 加入适量的泡打粉 搅拌均匀了 这个小碗里边啊 装的是干酵母 我们在装有干酵母的碗里呢 加入少量的白糖 加入温水搅匀 将酵母水呢 倒入面粉当中 我们将面呢 调制成面朔状以后呢 将面朔揉成团 我们将南瓜 去皮 切成薄片 山药去皮以后呢 我们直接切成片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南瓜和山药 入锅 蒸制15分钟 锅中的南瓜 与山药呢 已经蒸熟了 我们将南瓜和山药 取出来 制成泥 将南瓜当中啊 加入白糖 我们的馅料呢 这回就制作完成了 现在呢 咱们呢 可以看到面呢 已经发起来了 用手搓成长条状 好 下劲 我们用擀面棍啊 将皮儿 擀的稍微大一些 我们将包好馅儿的馒头呢 入锅 大家切记 一定是冷水入锅 好 盖锅以后 我们点火 用中火熏 那么什么时候啊 锅中啊 已经开了 上气了 这个时候我们将火力开大 再计时 旺火足气 蒸制15分钟 好 现在呢 时间到了 我们开锅 看一下成品 哇 发得非常成功啊 今天的这道双色小馒头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铁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道双色小馒头 想要了解完整的制作过程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 同时呢 提醒大家 今天是我们春节福利活动开始的第一天 只要您添加我们的微信 进入虎年红包群 说出一个关于虎年的成语 您就能得到一个虎年的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朋友进群 拉一个新朋友 您的红包就会翻一杯 上部封顶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今天铁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两种食物 有着不同的食材 山药和南瓜 山药健脾 南瓜养胃 二者相辅相成 才能让我们在节前就做好准备 其实啊 今天给大家做这个双色小馒头啊 不仅是要教大家怎么吃主食 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学会养胃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南瓜和山药 都是养胃的食物 那么这两种食物 还有着怎样的好处呢 胖了就瘦不下来那种体质的人 一胖不一瘦的体质的人 血糖高的人 都应该学会正确选择食物 稍事休息 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首先呢 用这个手机微信 点击右上角这个小家号 然后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方形的菜单 那里有扫一扫三个字 您点它 然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像照片机镜头一样的东西 你拿它对准我们这二维码 就会自动识别 识别成功啊 就可以出现一个全新的界面 这个界面最下面有六个字 叫添加到通讯录 是蓝色的 您只要点它 就可以跟我们成为朋友 您就算成功操作了 新年捷报 如虎天意 春风浩荡 虎啸山林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您可以立即扫描 屏幕上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让您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其实今天给大家做这个双色小馒头 不仅是要教大家怎么吃主食 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学会养胃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南瓜和山药 都是养胃的食物 首先这个南瓜 易消化易吸收 对吧 它不会刺激胃肠 而且这个南瓜里面有果胶 果胶是可以保护胃黏膜的 它能够促进胃固和 再有的就是有些脾胃虚弱的人 因为南瓜含水量比较多 淀粉含量少 你吃南瓜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 还不会对胃肠道造成更多的负担 听说老师 另外那个山药我知道 明白哦 药食同源嘛 对 以前就听说过 山药啊 健脾止泻 药食同源 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山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不知道吧 不知道 跟大家说为什么啊 山药里甲的元素含量非常高 包括猛 还有B族卫生素非常丰富 这个B族卫生素啊 可以减少各种有害物质 对我们血管的影响 保持血管弹性 嗯 提宝老师 我知道山药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 嗯 减肥 啊 减肥 你不说过吗 那所以今天啊 铁峰老师用到这两种食材 山药 健脾 南瓜 养胃 还真是个好搭配 嗯 脾胃不分价呀 嗯 对吧 食物在胃里啊 被搅拌 被分解啊 这个脾呢 在帮助他们运化吸收 所以说解钱 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养胃 哎 提宝老师 哎 我看我们群里有个威友说了 说您今天这两种食材吧 都是那个 淀粉含量低的食物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是的 真是 这两种食物都是粗纤维食物 淀粉含量特别低 这非常重要 嗯 比如说那些 胖了就瘦不下来那种体质的人啊 一胖不一瘦的体质的人 血糖高的人 都应该学会正确选择食物 那么电视机前呢 观众朋友们 看了今天的节目 相信您也知道了 选择正确主食的重要性 究竟哪些是 淀粉含量低的食物呢 您现在就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在第一时间 将食物淀粉含量指数表 发给您 铁峰老师 您看马上就要过年了啊 我们祖国大江南北 都即将迎来 何家团圆的好日子 要不这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在这段时间里 都在概念什么 好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 二维码老师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你们 这一年呢 教我们做营养菜 现在我们全家的饮食啊 都由我来负责 每天做的啊 还不同样 还有营养 家里人呢 都很开心 这是我们节目宗旨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啊 大家都别客气啊 这不快过年了吗 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说法 该蒸馒头了 我心里发点面 多做点 我老伴去市场买点南瓜 蘸药 一会儿啊 我也做提供老师 您这个双色小馒头 光吃馒头不行啊 你光吃馒头不行啊 我一会儿给你再推荐几道菜 只要您坚持看我们的节目 包您全家身体越来越好 领没领红包啊 我节目一开始啊 就扫码了 我领到了 然后啊 我行罪一会儿孩子们回来 给他们也拉进去 那我这红包不就翻倍了吗 您说的没错 我们这次活动啊 就是这么玩 那大姐我们先到这 我和铁粉老师 还要继续录节目 有事情您就随时 跟我们联系啊 祝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的好的 您也快乐 这应该属于铁粉了 是吧 节目你看刚说完 就开始弄这个双色小馒头了 马上家里就得做 对 其实临近年关 除了蒸馒头之外吧 南方有些地方 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就洗澡 这个习惯 不仅仅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年 这叫洗去救急 洗去不好的事 是有寓意的 这个寓意就是什么 新的一年要健健康康 不生病 铁粉老师 咱们这馒头也争了 我记得开头莫凡 还说了个什么 贴窗花 是吧 有什么个说法吧 其实这个贴窗花这个事 跟打扫屋子 它俩是有时间关系的 贴窗花一般都是 打扫屋子之后 而且自古以来 贴窗花都是我国人民 对美好事物的一个愿望 把自己对生活那种向往 剪在窗花里 来 莫凡 你去整把剪刀上去 这包括那个红纸 今天咱们现场给大家 剪净窗花 咱也试试 对 听我说 大家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虎年红包群 这名 红包群 这行是吧 我呢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 海量红包群 海量啊 倾盆的红包群 不仅如此 只要你拉一个新朋友 进到我们这虎年红包群里 这红包数啊 就翻一倍 表不得 上红顶啊 能拉来多少朋友进群抢红包 你这都能 都翻倍 能拉来多少翻几倍 来 给大家分一分 好吗 这原材料来了 这是给天空老师的 你得给我剪子 有 剪窗花吗 是吧 我也来吧 我跟帕阿姨的 好了 这给天空老师 这得跟您学 我这个 其实剪窗花啊 有一些这个入门级的 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这纸是正方形的纸 正方形的 对 我们要把它对折 三角形这个斜面 这样的 对折好了啊 好了 对折好了之后呢 再对折 再对折 然后再继续折 这个时候就不是对折了 是取三分之一这个位置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这边也弯过来 也给它回来的三分之一 对对对 那就是这个形状了 对对对 这头形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画上相应的图案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就可以了 明白了 现在这个可以剪 就可以剪了啊 就可以剪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看一看 他的意思 他剪的那个比我们要好还快 哎呦 这都童子功 手练功 我这可差不多了 莫凡 你特别疏漏 你加点油 不在于谁快 在于谁得好看 你估计你那个能有多好看 我这个 反正拿结账卖钱是不成问题了 他有卖项 这幼儿园就学个 就学这个剪纸花啊 我可要成了啊 哎 别说 郑光老师手还真挺快 你看 他之前莫凡 他说他幼儿园的时候 童子功 到现在还没整理所 对 咱都剪完了 对对 他这童子功是什么 我真知道了这回 整半天没剪 你看看莫凡 看看 看看 看看我们已经剪完了 莫凡快点来 出品了 出品了 他还说比我们剪得快 剪得好 你看我们剪的 你看你 看我这个 太慢了 看我这 看我这花 看看 说实话 郭凡 你这个窗花剪的 我没注意 我看你手挺有特点 手指头都分半 你看 你看铁锅老师 大级人也在认真的工作嘛 这个 不过铁锅老师 质量一定是最高的 可能剪出个字 你看你们这个 全是直的 咱们这是花 对你看人家这还不均等啊 还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这剪得挺好的 你看这全是直线 你看看 你看你看 这最要紧的 他没刚才我剪的时候 对 你看人家卷剪出环来 是吧 你看看人家 郭凡老师 你打下碎了 你剪的是个藕吗 是个地漏 藕片 还是九截的 漂亮 怎么有地方老师 你跟着我面 你好像不太这样的 我那全是新 对 我那全是新 你看全是新的 那我们怎么剪的是这样的呢 我们这个 我和王正华老师的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就是连梦头 你们那个都是直线 我那全是曲线 迎新春 世事如意 接红福 节节高升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不过今天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扫码 只要您说出一个关于虎年的成语 就能得到新年红包一个 然后再拉一遍